大马路边好几台计程车 正在排班准备载客人 一切都看似平常 不过26号深夜 却有一名女子 在新竹巨城购物中心外 搭上了恐怖计程车 女子在脸书社团上 写下恐怖经历 表示当天因为台风天 选择打计程车回家 没想到一上车 司机一路上都不讲话 还故意往反方向开 乘客要求下车也不理 人本只要4分钟的车程 硬是变成20分钟 让人po吓坏了 呼吁大家要小心 这你会不会觉得害怕 对啊 我看到车牌就不会想要坐了 所以你已经有认住 那个车牌了 对 而这名计程车司机的怪异举止 已经远近迟名 许多民众都表示相当害怕 甚至连其他同业司机 也觉得他怪怪的 他也不锁门 然后眼睛 他就做自己静坐在那边 眼睛闭上这样 他就是客人乘车 就不开客 不开车这样 根据当地民众表示 这个司机非常不友善 不是不想再客 就是刻意绕远路 而且似乎只愿意再年轻女生 接连两起报案 警方终于在28号将他 喊送法办 就怕搭到恐怖计程车 网友接连在社群 张贴照片及车牌 不过他的行为 恐怕已经让被害人留下恐怖记忆 三立新闻张浩宇 红瑞里新竹采访报道